前阵子某国小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后 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市长谢国良就立刻撤换教育处长刘美兰 反而将体育保健科长徐燕丽 深认为代理教育处副处长引发议论 基隆市议会也非常关心 有的议员咨询时认为十分不恰当 有的议员则认为要尊重市长的人事权 对大家来讲这其实是严重的打击 我们教育处以及我们基层公务人员 服务的一个士气 我想在座局处长也是一样 因为这种事情你根本还不明不白 然后你就被换掉了 那你心中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基同市的人事权由市长来主控 那本习是尊重 市长达巡使也再三说明 这起人事案决定的大致原因 教育处长有调整 我也在这边愿意跟大家来说明 就是不是只有单一的 因为这一次深美国小的营养午餐的事件 那我就严禁于此 就是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立场 我们其实在九月底就知道 胡副处长要退休 然后也都决定好要让许燕丽去代理 但是我们在十月十三号那一天 我们就把文有发出来 十月十三号那一天我们就有把文发出来 不过市议员更关心真相到底是食物中毒 还是有其他病毒感染等原因 要求市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真相 我们十月份深美国小营养午餐事件 它的这个检测结果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这部分希望待会市长可以给我们一个回复 市长谢国良达巡使也指示 卫生局公布调查结果让议员们了解 市长知道多少就让议员们知道多少 检验结果没有问题 我们一切都是透明的跟议员报告 我们没有要隐瞒任何的东西 所以针对我们到目前的检验结果 是不是也请卫生局张贤政局长 针对于五月份的检验结果 还有十月份的检验结果 麻烦跟议会来报告 麻烦你跟我报告是怎么报告 你就去跟议会报告 我们不要有一点的资讯落差 更有市议员指出要避免营养午餐 再次发生类似食物中毒的问题 除了要赶快送营养午餐自治条例 让市议会审查 未来更严谨把关机制 另外最好成立营养午餐中央厨房 如果不行营养午餐食材供应时 最好采用复数招标 希望我们教育处把这个营养午餐自治条例的草本 赶快送到我们一会儿让我们同仁大家了解 我们进入来探讨这个草案的市值内容 如何的订定比较严谨 这是大家介于今后营养午餐的一个把关的一个机制 我们能不能重新评估 基隆市统一建制中央厨房 目前各区确实有所谓的 我会叫它类中央厨房 但我想要加一个类字 是因为它了不起就是有一个学校 承担了其他州间学校的行政负担 来跟厂商去讨论契约怎么撰写跟怎么招商 你可以看到从彰化县 彰化县今年宣布向中央争取建制费用 宜兰县早就有在做 他们做了大概十年 台南市连作为六都之一的台南市都认为这样比较好 甚至跟我们类似处境的嘉义市 这些县市都用中央厨房的方式来做统一共餐 在中央厨房尚未处理完成之前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刚才市长你所说的付书标这个方式 我非常的赞同 由两家厂商来分别来共餐 这样子的话除了有比较性以外 一间厂商有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 另外一间厂商可以马上来顶替来协助 对于议员们的质询 市长谢国梁正面回应 好的建言市政府会接受 如何来改进和实施 真的是很关心 那每次孩子只要吃出问题来我们也很难过 那我们就是会 我们很想知道如何怎么做 但我过去不是在这方面的确有一点了解不足 所以我们最近真的很努力补足 包括我自己去 包括我自己去厨房 然后跟HACCP每天对话 然后每个礼拜我们有开这个 这个营养午餐跟食品安全会议 的确这一阵以来是有一些帮助 那我只能说我们会集同大家好的意见 像刚刚那个营养午餐中央厨房的意见 就是一个好的意见 那我们就要判断我们这个未来可不可行 如何让它可行等等 那在这一阵子我们也邀请产官学 给我们更多的指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发声室 非常愿意 非常愿意